那我们现在开始给李白盛装 我们先把李白的那个头发做一下 现在有我和我们的剧院的一个 优秀的化妆师张元老师一起 我的好搭档 我们一起开始 先编上吧 咱一起吧 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这个工作 用皮筋去把演员的头发生一个根 完了把假头套给它固定在 他的这个自己的头发上 形成一个连接非常紧密的 比如他们舞蹈的时候会有一些 非常大的一些幅度 甚至翻跟头啊什么的 头套整个就会头饰会掉 所以就有这个办法去很好的固定 我们的舞蹈员都非常的敬业 非常厉害 甚至有的时候拆完了头皮 都会发疯 真正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挺疼的 后来习惯了就 我们现在给他上一个压发网 这个就这样 把他这个碎发给他固定在里面 大家看一下 这个假头套其实和大家经常在影视剧里看到的那种古装系的头套 其实是一样的会给他用一些发白的这个形象 这个调染包括护须啊都会刷上 在那个表演的过程中 舞蹈的过程中动的幅度大 很容易把这个沙边给弄开 包括演员会出很多汗 出油啊什么的 我们这个沙看到吗 我们这沙都是双层沙 双层沙 而且沙比较厚 比较韧性的好 不像影视里就非常隐性的沙 影视剧里你基本上你近特鞋 你近距离看都基本看不出来 都是那种 拼口沙来做的 但我们这个就必须双层沙 要不一脸就撕烂了 他其实戴这个头套 我没有负担 他没有负担 你就很怕头饰掉 演员 尤其5G 就是一旦头饰掉 或者不结实的话 你也没有时间去 像影视剧停 可以就补妆什么的 再给它剪辑 那就是一个演出事故了 对吧 我们所以就是 我们的化妆工作室 又得习心又得非常的 很严谨 你看我就沾的时候 我会得用力 要不沾不结实 而且我们随时在演出的这个 过程中从头到尾 除了给他们抢妆 化妆师都要在两侧看 如果有开啊 或者说因为出汗 沙边开都要及时的 给它补救 刷一点层次头发 就有点像 咱们生活里那种调染 只不过给它调成白的 但我们可能做的夸张 这样的话在远处看 它可能就是那种 有深有浅的这种 有层次 对 就很好 在我们的这个 5G的这个礼拜里 就不能用人造发 因为它会打结 那真发的话 还相对好一点 但是怎么说呢 相对比起自己头发来讲的话 可能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 对就不会那么明显了 但是舞台上我们可能会刷的 更夸张一点 这样的话从视觉上来讲 它从此拉得更开 效果更明显一点 我在画这个妆的时候 其实是要兼顾一下 它这种中年和老年的 这么一个形象 因为它那个 在舞台演出的时候 没有时间让你更多的去 给它改面部的妆 只能通过毛发来辅助 因为我也看过很多 影视剧里的礼拜 包括花剧的都看过 但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舞剧 可以表达得更加的血液 因为用油彩来讲的话 它因为在表演的过程中 它会出油出汗 如果说用一般的粉妆的话 它会脱妆 但是油妆的东西 它相对来说 你看像咱们戏曲里 中国传统戏曲 就是在舞台上看 就会很出彩 它就是也不容易脱妆 它就是戏曲 中国人 你看好莱坞 演中国的花木兰 都喜欢那种丹凤眼 而且就是说 从中国古画里 我们会找一些形象的感觉 都是丹凤眼会更多 飞上去会显得人更有神采 我们走的可能都是画的 是偏血液一点的 那再继续吧 就是画像一样的 对 所以我给它做一个 我先做一个底子 让它有一个更有层次感 这样在我盘上 像中国的毛笔一样 去画出那种笔触感 和那种写意的感觉 然后在这个5G里白我会设计到白 美眼之中有一个是一个黑白的对比 线条的一个快面的对比 色彩的对比 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写一点 形式一点 和它这个画白头发有个心情 其实头发上我们有时候也可以画两米 就很自由 也会心急一下 好 这个不要练习 我们舞台是很不练习颜料和胶水的 有时候他们在台上我们抢完装 我们会一直很担心地站在两侧 钉装、古装什么的 就特别担心胡子或者头套会掉 其实就是感觉自己也像 也跟他们在一起在跳一样 就是胡子贴完了以后 可能还要进行一个修剪 这个是一个勇士剧也都会共用的 勇士的胶水 挺结实的 我现在给他稍微把胡子再给他贴实一点 要粘堆秤还要粘堆秤 可以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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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够深入一点 好的 好了 完成了 一个礼拜的扫兴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